真的好巧香港正在反送中 高雄市就召开港澳青年企业家经贸合作会议 韩市长对反送中大游行的看法 会影响香港企业家投资高雄的意愿吗 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大 因为他就不是香港人嘛 然后香港人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如果是投资 如果这个机会在这的话 香港人也不会犹豫的 第一就是高雄投资环境 因为像房价跟工资 比台北比较划算 但是人才也是很多的 创业家我们就看成本吧 这时候考虑就这一个 当然韩市长他的个人秘密 是我们的偶像 怎么从零开始走到今天这样子 他的理想等等 都是我们一种学习的领导力这样子 敏感的反送中事件 香港企业家们静观其变 毕竟创造利益才是眼前最重要的 而他们看中高雄 韩市长乐观其成 帮高雄青年朋友 多交一些外面的朋友 然后港澳的这些 跟高雄结合起来 我想未来对高雄青年朋友的创业 还有视野 还有对外面的一些资源的结合 应该会有多多少少一点帮助 所以像这种活动 我们非常乐意的来办 想为高雄创造投资机会 不过韩国瑜已经宣布参选总统 政治经济不再能够切割 敏感的香港反送中话题 牵动了两岸关系 韩国瑜开口前必须仔细衡量 欢迎新闻 林薇凯 黄云城 高雄报道